有关地外外民的话题 一直以来都是众人正义的焦点问题 从理论上来说 宇宙如此浩瀚 就算人类的诞生只是一个亿万分之一的巧合 那么在宇宙中 也同样有很大概率 发生无数起这样的巧合 这样来看的话 地外外民必然会是广泛分布在宇宙之中的 但无奈的是 截至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从未亲眼看到过地外外民的存在 有关地外外民存在的一些证据 也没有一个非常权威的官方证明 来证明它的真实性 在这其中 最连来关注的一个发现就是 在13亿千米外 科学家发现了这样一颗 表面又一条长达1300公里汉风的神秘天体 从这张特写照片中 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掉这条汉风的存在 那么这条汉风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这颗神秘天体 是否正如我们想象中的那样 是一艘被废弃的飞船呢 这颗神秘的天体实际上是科学家发现的 土星第三大卫星 土尾巴 我们都知道 土星作为太阳系中距离太阳第六远的一颗行星 它的表面温度低至零下185摄氏度左右 并且土星的表面也没有任何液态水的分布 因此科学家们也就认定了 这是一颗无法孕育生命的行星 虽然土星表面无法孕育生命 但是科学家们却发现 土星的多颗卫星都是具备源于生命的条件的 最典型的就是泰坦性土尾六 但除了土尾六以外 目前土星外围已经被发现了卫星 还有多达30余颗 在这其中 有时候最独特的一颗卫星 还要是咱们前面所提的那颗 拥有长达1300公里汉风的神秘天体 土尾巴 这就是怎么回事呢 时间回到1671年10月 著名天文学家卡西尼首次发现了土尾巴的存在 不过受限于当时天文观测技术的约束 卡西尼无法对这颗天体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工作 直到后来 科学家们才惊喜地发现 原来土星的这颗卫星 土门地球的卫星月球一样 始终处于一种潮汐锁定状态 总是保持着同一面朝向土星 而等到上个世纪90年的末期 伴随着NASA卡西尼号土星探测器的发射 科学家也终于慢慢揭开了土尾巴神秘的面纱 不过 随着卡西尼号大量数据的传回 令科学家们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与其说土尾巴是一颗卫星 倒不如说 它更像一艘废弃的飞船 从卡西尼号传回的土尾巴特写照片来看 在这颗卫星的赤岛附近 竟然存在一条宽度有为20公里 长度为1300公里的汉峰 也正是这条汉峰的出现 才彻底激发了人们对土尾巴的想象 因为这怎么看怎么都不像自然形成的结构 反而它的形状更像一颗核桃 在这里 大家是否已经联想到了什么呢 没错 就是UFO 只不过在我们的印象中 UFO的形状比核桃要更扁一些 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接下来要讲的 在后来长时间的研究中 科学家们又发现了一些更有意思的现象 不同于大部分的卫星 土尾巴的密度也是非常低的 那么它的密度究竟低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都知道水的密度是1克每立方厘米 而土尾巴的平均密度竟然只比水高一点 约为1.088克每立方厘米 要知道的是 就连我们地球的卫星月球 其密度都高达3.35克每立方厘米 一颗正常的卫星 密度竟然只接近水的密度 这的确让人感到非常惊讶 当然 我们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 那就是土尾巴完全是由大量的冰和闪亮的岩石成分构成的 但在宇宙中 如果一颗卫星是这样的构成成分 那么它的存在一定非常不稳定 就算一颗非常小的陨石 在无意中撞到了它的表面 也必然会对其造成异常知名的打击 而从土尾巴的特写照片 我们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表面是存在一个大坑的 也就是说 它很可能曾遭受过大型陨石的撞击 但在这场灾难中却挺了过来 这也只能说明一个事实 也就是土尾巴的结构 远没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 1300公里的汗风 再加上接近水的密度 种种迹象 似乎都在告诉我们 土尾巴可能并非一颗天然卫星 而是一艘被遗弃的宇宙飞船 但有科学家也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了这个问题 造成土尾巴汗风的直接原因 使两股强大的外力分别同时作用在了它的南北两极 强烈的挤压太使得其赤道附近隆起了一条长达1300公里的山极 也就是我们口中的汗风 而有关其密度的解释则是 土尾巴就是由冰河沙链岩石成方构成的 只是它太坚硬 它没有在陨石的撞击中毁灭 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本期节目到这里结束了 我是大川 请我们的节目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